好那将来呢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第二节财政支出的规模 那我们来看对于这个支点当中我们会学到四个支点 就它的衡量指标有的那些增长趋势宏观的一些因素 以及我们国家财政支出的一些相应的分析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财政支出的一个衡量指标 就说我们怎么来衡量财政支出 它是多呀还是少呀 那么同样我们用哪个指标比较好呢 我是用财政支出到底花了多少 还是用相对量还是用绝对量呢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一些衡量指标 我们呢对于它的衡量指标 我们会分为三大部分来讲 因为会反映财政不同的活动 我们会有不同的衡量指标 那我们来看首先第一类叫反映政府活动规模的指标 活动规模就是我呢这个政府我到底干了什么呀 怎么来看它的这个指标有哪些呢 它呢包括两种 一种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另外一种是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 这都能够反映政府财政活动 为什么呀政府的财政活动包括两大例 我非常大的一个项目就是我国家收进来的多少钱 另外我国家花出去了多少钱 收入占整个的产值占了多大 支出占整个的产值占了多大 他们两者是不是都是反映财政集中程度的指标 一个是去看财政集中收进来的多少 一个是去看财政集中花出去了多少钱 但是如果说对于这两者深入去分析的话 到底谁的集中程度更好一点 到底是我们去分析的话 到底是分析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比较好呢 还是分析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比较好呢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 你说国家要选的选哪个 是选收入还是选支出的 我觉得这时候我们可能大家的观点是有一半一半 我觉得收入挺好呀 看我国家有哪些钱呀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 说老师你这上面都写出来了 说财政支出呢 占GDP的比重更符合实际 为什么会是他呀 为什么会是他呀 你想想啊 如果说我们用财政收入的话 我们收上来的财政收入一般都是这样的 我预计我今年会有哪些支出 然后呢我的财政这方面呢 比如说他的收入 我们每年大部分的收入都来源于税收吧 我们不管是税收的一些比例呀 什么之类的 每年基本上都是确定下来的 那我大概的这些收入 我是知道的 大概有多少 但是我的支出是可预定的吗 我可能呢 今年确实是有一些在规划之内的 我的一些支出 但是我们去想一下 我们碰上疫情那一年的时候 谁能料想到 我们举全国之力 在面对疫情这件事 它是不是在我们的预料 说在我们的合理预计范围之内的呢 不是 它是一种突发的一种状况 说我们国家有没有能力应对 肯定有 因为我们有这些预备资金呀 或者是呢 我们那些预备费呀 等等这些来解决 但是要注意的是 那你想你的收入当中 是没有办法去预料到这一些 然后呢 去体现这一些的 因为你的收入是多少 每年大部分都是确定下来的 而我的支出 我将来 我这一部分钱 如果你的收入满足不了的支出 我还可以什么呀 我可以要去借债 等等这些房地铁 所以呢支出 它会更加的符合实际 去看一下我们国家 这一年的财政活动 到底是干什么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吧 是不是这样的 财政支出 它表现了 对财政对国内生产总值 实际使用和支配 我到底用了多少 我到底把它花在了哪些方面 财政收入会不会有这个影响 可以 但它仅仅表明了 可能使用的规模和结构 我只能是从这几个方面 对你呢 将来的这些支出进行预估一下 但是实际上是不是这样的 那不一定 说白了就是 财政收入代表的是一个计划上的 而我们财政支出 代表的是一个实际的量 我到底干了哪些事 我们更能够直观明细的了解 另外财政收入 反映的是财政参与国内生产总值 活动的过程 而财政支出 反映的是 在整个过程当中 它的一些使用的一些规模呀 和结构 同时它会影响社会再生产的一个规模结构 它呢 整个在花钱的过程当中 使资源更好地进行配置 更好地影响我们的生产 那就是为什么 这个财政支出更能反映 另外一点 就是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 都发挥作用 但是两者必须相互配合 说虽然我们财政支出 它确实是比我们的财政收入更能够反映 但是我们不能说 我就直接不要财政收入 占基地是P的这个指标了吗 不行啊 因为它是从我们总体上来看 它到底能给国家提供多少的收入呢 财政支出当中是不是有债务收入 因为你财政收入当中 你当时是计划着有这些钱 可以满足支出 但是将来不够呢 我可能需要这一部分的钱呀 所以呢 它会反映一些指标啊 它的一些余额的等等一些变化 我们财政收入是没有的 所以去比较一下 是不是就是这种情况 那么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 会更符合实际 虽然它更符合实际 但是呢 我们也要用财政收入的一个指标 也要在这儿去进行反映 这样呢 反映的才是更全面的 所以反映财政活动的话 那就是你收入怎么样 你支出怎么样 两方面来反映 这是我们的第一类的衡量指标 那我们还有第二类的衡量指标啊 这会是反映财政支出的规模 刚刚我们是从整体上反映财政 现在呢 我们把财政收入抛一边 我来反映财政支出 我财政支出有多少 怎么反映 我今年花了多少多少万亿 多少个亿 这叫什么量 这叫绝对量 那我如果去衡量 财政支出占什么GDP的比重啊 这叫什么 这叫相对量 所以我们再去反映财政支出规模的 衡量指标的话 就是两大类 要么从绝对数上来看 要么从相对量上来看 是不是就这个 而且它的相对量包括两个 一个是财政支出占国民收入的 另外一个就是占GDP的一个比重 而且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哪个 是用来翻映的是第三个 就是它占GDP的比重 好像和我们的第一个重合起来了啊 对吧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选财政支出占GDP的一个比重啊 是因为呢 它更贴合于我们现在市场经济的这个结构形式 我们现在有各种产业 但是我们的国民收入当时去算的话 它没有办法呢 把我们一些外在的一些 国外的一些收入算进来 它那个指标呢 相对来说反映的没有那么全面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之所以要用它 就是因为生产水平发展了 生产力发展了 那你的第三产业的产值需要加进来 这样才能够更完整的体现 我们创造的一个价值 另外一个就是经济的发展 打破了国家的疆域 所以国外的一些净要素收入 我们一些投资啊等等啊 也要都算进来 以及呢 我们技术水平的发展 它的一些设备更新换代的这个时间越来越短 那么它的一些折旧怎么办 也是需要通过这一方面来发展 把它算进来的 说它这个折旧怎么办 为什么会算到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当中 我觉得我们在学经济基础上的时候 这稍微涉及一下 这让我们不过得展开啊 你就知道这一部分呢 我们是要把它算到这个内容当中去的 另外要注意 这一个指标可以作为不同国家之间 财政支出规模的分析 也可以用于一个国家不同时机 财政支出规模的分析 比如说我们去年的财政支出规模怎么样 我们今年的财政支出规模怎么样 我们也可以横向的去比较我们国内外的 纵向的比较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 在反映财政活动的规模指标当中 我们去选用了财政支出 占GDP的比重 在反映财政支出规模的时候 我们最常用的也是财政支出 占我们国内生产总值的一个比重 有的时候也用国民生产总值 这个是我们的监辟 两种不一样 好那么第三类是我们什么样的指标啊 财政支出规模变化 一看见这个变化 那就我们一般就不从量上来去分析了 我们一般是用百分比去表示 所以我们来 如果说去看到题目当中的话 那怎么去看 那你就要去看一下 它有没有这种百分比的 就表明了它的一个财政支出规模的一个变化指标 那我们来看有哪些啊 它一共有三类 一个叫做财政支出增长率 财政支出增长弹性细数 还有它的边际的倾向 这种什么增长率啊 它的边际这个弹性细数啊 或者边际倾向 我们在哪分析的比较多 在我们的经济基础的上面分析的比较多 所以在这呢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财税上这一部分 说是不是跟经济基础一样呢 不啊 我们也就这设计一下 什么弹性啊 这个边际倾向 其他地方我们基本上很少设计 另外我们来看 财政支出 它的一个增长率 怎么算它的增长率啊 我要去看看我今年收入 的一个增长率 那我是不是得看看 我今年的收入 和去年的收入比一比 我比去年收入多了多少 那么我把多的这一部分 除以去年的收入 我是不是就得出来了一个增长率啊 那数额 就是增长的数额 除以去年的这个基础税 就是我今年的一个增长率 同样的财政支出 也一样 那我就会看一下 来就说当年的财政支出 它交上年同期财政支出的一个增长百分比 什么意思 我们今年是2021年 假如说我2020年 它是100万 这肯定是不对的这个数字啊 我就先举小一点 2021年 我的支出是110万 那我要去算一下 我财政支出增长率 2021年财政支出的增长率 怎么算 那就得用110万减掉100万 然后呢 我再除以100万 以去年的这个作为基础 因为是和它想比较嘛 在去年的基础之上 我增长了多少 这就叫财政支出的增长率 这是呢 咱们这个点 说这个公式 可看可不看 如果你能用前面分析出来 不用 咱们这不用寄什么data计 我们不要列式子 因为我们就客观选择体 会列就行啊 只是我们书上有 到时候学员 我们就说老师 这个是什么呀 我在这给你展示出来 你可以不用说 有一定要这个 怎么着 我一定要记住什么 什么叫编辑倾向 MGP 这个啊 不行 另外 财政支出增长 弹性系数 系数是怎么来的 我们是率与率的比 对吧 那就是财政支出增长率 和GDP增长率 财政支出增长率 和GDP增长率 财政支出增长率 怎么算的 上一年和今年的 对吧 上一年和今年的 那么同样的 我们还举一个例子 还是2021年 2021年 那么财政支出 财政支出 还是100万2020年 那么2021年 它是110万 那么我们的GDP 假如说 它是1000万 它是1100万 假如说是这样的 那我们来看吧 那么怎么去算 我们说的是率与率的比 谁谁比 首先去算财政支出增长率 财政支出增长率怎么算 我们是不是上一个 上一个 市子刚算过 怎么去算它的增长率 是110万 减100万 110万 减100万 然后呢 我除以100万 这是财政支出增长率 那么GDP增长率 那不就是把财政支出 换成了GDP吗 那么数字换一算 不就行了 那么这边是不是就是 1100万 减掉1000万 然后除以呢 咱们的1000万 它两个支笔 不就是财政支出的增长率 是前面这个式子 GDP增长率是后面这个式子 它俩一相处 得出来的就是我们财政支出的一个增长 弹性系数 就是说它和我们的GDP比较一下 到底增长的高还是低呀 算这个内容 另外财政支出增长的一个边际倾向 什么叫边际倾向啊 那我们来看吧 边际倾向 谁 财政支出增长额与GDP增长额的比 上面这个系数是绿与绿的比 边际倾向是额与额的比 那额与额的比还是以这个式子为例 怎么来看它的增长额呀 那不就是2021年和2020年比 财政支出增长额是多少 那不就是110万 减去100万吗 对吧 那么这是财政支出 GDP呢 GDP应该是多少 1000万 1100万 往下边写吧 那就是我们的1100万 减掉1000万 对吧 上下一笔得出来就是我们边际倾向 所以这两者它不太一样啊 不太一样啊 所以我们在记这个那时候 你这可以写上绿比绿 这是额比额 就行了 而前面那个什么 上一年的额比上我们这个去年的一个具体的数额 所以这样在记的时候就行了 那么你在记这个内容的时候 就记住我给你举的这一个例子就行了 这个例子只是假设的 肯定我们今年的这些政府工作报告出来 它不是这样的 我只是简单给你举这么个例子 假如意一下啊 为了好运算这个内容 这是咱们这个点 所以对我们财政支出规模 它的指标是有三大类的 反映政府活动的话 我们从财政支出财政收入 各自占GDP的比重 对财政活动进行分析 我们具体到财政支出 它的一个规模分析的话 是从它的相对量和绝对量来分析 而且我们主要是以相对量财政支出占GDP为主 而我们在分析财政支出 它的一个规模活动的时候 那就去看了增长了多少呀 它的一些比率上增长率 它的细数率率的比 这个它的一个边际倾向是额与额的比 都是财政支出比上GDP 一个是财政支出的增长率 比上GDP增长率的 一个是财政支出增长额 比上GDP的增长额 所以我们来看这道题目 这样来分就行 说下来财政支出规模的衡量指标当中 属于反映财政支出规模变化的是哪个呀 规模变化 一听见规模变化大小 我们得看变化了多少呀 按百分比来看了 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 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 这两个加起来叫什么 反映政府活动的指标啊 财政支出占国民收入 反映财政支出规模的 再反映它变化更深入细化一点的 就是财政支出的一个增长率 率是怎么来的 就是我当年的财政支出 叫上年的财政支出增长额比上上一年的具体的支出数额得来的 这就是答案 这个题答案写在咱们的自己选项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道计算题吧 这会不会收到计算题 因为这样呢是我们这两年新变化的 就有可能会涉及到计算题 所以在这呢给大家呢出了一道计算 那我们来看 说呢假设有一个国家 2019年财政收入呢是90万亿 财政支出呢是110万亿 2018年的数字分别是80万亿和100万亿 但2019年他的GDP同比增长10% 那么请问该国的财政支出增长率 哎呀好多呀 又有GDP又有收入又有支出 让求的是财政支出的增长率 财政支出增长率怎么算 是他的财政支出增加额比上上一年度的 这个我们的财政支出 对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2019年 那我们先看吧 2019年的财政支出 他的支出是多少啊 是我们的110万亿 2018年的财政支出呢 是我们的100 是我们的100万亿 那么怎么来算 是不是就是我们当年的减去上一年的 额比上上一年具体的支出数额 去进行计算就行 应该是哪个 应该是我们的10% 所以答案选择我们的2B选项 对吧 答案选咱们的2B选项 这就是咱们这道题 那么这道题我还可以给大家稍微扩展一点 这要问的是财政支出增长率 那我如果问财政支出的增长弹性系数应该怎么算呀 财政支出增长弹性系数 是财政支出增长率比上GDP的增长率 有没有GDP的增长率 有 那你只需要算财政支出增长率 这不是算出来了吗 率和率的比 不就可以了吗 这是啊 这衍生的一道 隐藏的一道题啊 我给你提点了 也大概给你说了一下 你可以自己呢 动笔算一算 这是咱们这个点 财政支出的一个衡量指标 从三方面去衡量 分清哪些是反映政府活动的 哪些是反映政府财政支出的 哪些是去反映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变化的指标 它是不一样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增长的趋势 这个增长趋势分析呢 我们是从全世界的这个角度 这个站的角度更宏大了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财政支出不管是从绝对量上也好 还是我们的相对量上来也好 它都是上升的趋势 就是我们的财政支出呢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可是我们这个趋势 为什么会是呈现 不管是我们国家还是外国也好 都是呈现这种上升的趋势呢 那么我们就出现了在这一方面 觉得自我研究比较好的一些 我们的经济学家们 那么对它有几项解释 因为我们的一些经济发展啊 它的一些理论呢 竟是从西方传进过来的 所以我们都是西方的一些 什么什么这个学家 那个学家 我们都是都未曾谋面的 我们第一章学了一个叫 瓦格纳未曾谋面的是吧 那么 第一章我们学的是那个 萨米尔森啊 第二章我们才说瓦格纳啊 差点说错了 那么 那么我们再来看 第二章也有三个 我们未曾谋面的经济学家呀 那么都是谁呀 瓦格纳 皮靠克和威斯曼 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的 他们什么样 他们有什么样成就 我们管 我们不管 我们就看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理论 他们各有各的理论 那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说第一个点叫 瓦格纳的政府活动扩张法则 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他们研究的 就是财政支出 为什么会增长了 那么你看他这个标题 政府活动扩张 什么意思 就是你 钱是谁花的 是政府花的 而你这个活动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不就是扩张了吗 那你事越多 你是不是花的钱就越多 所以他简单的话 归结起来就是 瓦格纳认为 为什么会财政支出增长 就是因为你事多了 你干的事多 所以你花钱多 就是这样的 随着工业的发展 随着社会进步的要求 那么必然导致国家活动的增长 那么这样的话 你活动增加 你做的事多 你职能越来越多 你支出还不增长吗 还有这个分析 是从这个角度来说 说老师 我也知道这个理论 你没生在那个年代 你也分析不出来 像人家这么有理有据的内容 你了解这个就行 我也知道是政府事多 花钱多呀 这是我简单给你白话过来的 这么一个解释 人家在分析的时候 肯定是有理有据 肯定长篇大论的 认输一套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 皮考克和魏斯曼的 公共收入增长 他这会是考虑什么呀 就说他们是在瓦格纳的基础上 发展得来的 瓦格纳说的是 你政府的事多了 所以你花钱多了 但是皮考克和魏斯曼的时候 他的分析是你的收入导致的 因为你想 瓦格纳只是说 你政府的事多了 所以呢 你花钱多了 但是你要知道 你有没有钱呀 你钱从哪来呀 正因为你有了钱 你有了底气 所以你才花的多 他们是从这个角度分析的 所以公共支出的增长 是由于公共收入造成的 收入和支出总是同步增长 是你确实是事多了 你要做的 干的活也要多 但是你得有底气 你得有说 我说要掏个十万 掏个八万 我得有钱 这回事 公共支出增长 它的因素是有内在因素 和外在因素的两类 内在因素因素最核心的 钱从哪来呀 就是考虑我们的经济上的问题 税收条件不变的情况之下 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 它所征责的税收 必然是不断增长的一个趋势 就经济发展形势越来越好 给它交钱的越来越多 你税收条件不变 按照一定的比例 因为你手中的钱多了呀 你原来 你又只有十块钱 假如说按百分之十增 现在呢 你国民收入多了 你又一百块钱 再按百分之十增 那你交的钱可能不一样啊 所以你的收入 必然会越来越多 那么你收入多了 那你政府是不是就有底气了 同样的 另外一个方面是外在因素 财政收入会受到战争 自然灾害等原因增加 什么意思啊 你一旦发动战争 对外的战争 那你需要钱大规模的去支持你这个作战呀 怎么办 那你就可能要适当的提高税率 要多上来 收上来一部分钱 作为你的预备资金呀 但是如果等到我们的战争过去之后 说这个税率 是不是一定会降下来 这可不一定 那你就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商品的价格也一样 它涨上其容易 你要想它降下来 或再怎么降 就得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了 就很难再降下来了 所以内在对它影响 外在对它影响 导致了我们的收入是增加的 收入增加底气足 所以你事多与少都没事 反正我有的钱 那我能支出 这是他们的这个理论 是在瓦格纳的基础之上发展到来的 另外 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 他们有一个新的理论 什么意思啊 他们是因为经济发展阶段不一样 那我们政府的财政支出 它是不一样的 我们这个支出 它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 中期 和成熟期 就是我们经济刚刚起步的时候 我们没有什么过多的工业 也不知道这经济怎么发展 我们各项设施也不太完善 我们的企业呢 也不敢轻易去动 那这时候怎么办 那这时候国家就得看 我如果说给你提供一个方向 给你提供一个目标 我把基础设施都给你建好 给你把这些外在的条件提供给你 你是不是就愿意去发展了 所以这时候就是 政府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 占有比较高的比重 最早期的时候 因为我们各方面都不健全 所以国家要建一些基础设施 那么这样 做一些铺垫性的工作 那么铺垫性的工作做好之后 我们企业看到了希望 觉得呢 我可以呢 在某些方面大展身手了 等到中期之后 就是谁的天下了 就是我们企业的天下 政府就不要再过得干预了 你要让市场上 以谁为主题 以企业为主题 政府干嘛 你在旁边呢 适当的加以提点 该帮大家办的 帮大家办了 该规范的 规范就行 所以这时候你就是偶尔干预一下就可以了 那他们让这个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 让我们的整个生活水平上去了 那么这时候国家的这个视角都应该捡到哪 那么发展起来的必然会有能够发展的比较好的 也有发展不起来的 甚至还有一些贫困的人 那我们现时候的重点就要转向了我们的教育 保健和社会福利 那你要去看一下 他们能不能保障我们整体来共同发展 在对于这些什么 社会福利下手了 所以不同的阶段 它支出的方向不一样 那么你到后期这些福利的设施 可能国家的一些支出呢 也会更多呀等等 所以它的支出呢 也会随之上升的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这三种理论 一个是认为 国家事多了 所以你花钱多 另外一个人认为是什么 第二种理论是 你虽然事多 你得有钱 你才有底气去支出 而我们最后一项理论是 你确实是国家是支出了 但是不同的阶段 这钱到底怎么花的呀 我给你划分成不同的阶段 我们来分析一下 它的支出的一个原因 这就是呢 这几项具体内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吧 对于这几项内容 我们为什么要学它 说老师 它这个理论 到底是什么样的 它怎么分析 其实跟我关系不太大 我只是呢 我自个儿挣多少钱 花多少钱就行 它和什么有关系呀 和我们的考试相关呀 所以老师 你就告诉我在考试当中 它怎么考就行 怎么考呀 就是这三种 首先第一点 三种人物和三种理论 你别搞混 谁的什么理论 谁的什么理论 你别搞混 第二个 考察里面具体内容的时候 你别搞混 老师 考察里面什么具体内容啊 我们一般会考察到具体内容的 就是我们第二一个理论 和我们的第三个理论 第二个理论 你要分清 哪些是内在因素 哪些是我们的外在因素 内在因素肯定要考虑经济 外在因素 就是一些自然灾害呀 战争啊 这一些导致的 而对于我们的第三种 经济发展阶段论 你要分清 什么是早期政府该做的 什么是中期政府该做的 什么是成熟期该做的 这一部分能清 那么这个指示点 你就掌握了 不需要去深挖 他的一个什么 马斯格雷福洛斯托 到底是谁呀 不需要 这么来记就行 所以两点 第一个理论对应清 另外一个 内容 分清楚 就可以 那我们就来看吧 你第一节 就写了一些分类的 第二个又来了个外国 这些科学家 这些经济学家们 那些分类 我记不清怎么办 怎么来记 首先我们这节课 要解决的就是 课上你能够记得的 就是我们 什么样的经济学家 对应的 什么样的一个理论 那么对于那两项内容 我们自己梳理一下就行 那我们来看吧 瓦格纳的政府 拥有PVC的收入 和罗马的经济 什么意思啊 瓦格纳的政府 什么法则 扩张法则 PVC 一个谐言记忆 皮考克 魏斯曼 收入 收入增长 导致论 另外 罗马的经济呢 罗马 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的 经济发展阶段论 这么来记它 就比较好记一点了 就是说 我们怎么把这 理论和人物 对应清 对它的发展阶段 这个呢 自己多叙述两遍 就可以了 这样的是最容易搞混的 因为他 这些外国人 我们也不熟 也不知道是谁 比我们记一个 这个娱乐明星都难 所以呢 我们这样来记啊 这是咱们这一点 知道怎么考 怎么记 那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内容吧 说对于呢 财政支出规模的增长 提出经济发展阶段论的是谁 谁提出了经济发展阶段论 经济发展阶段论 谁的经济 罗马的经济 很早呀 罗马 马斯格雷夫 罗斯特 瓦格纳的什么 政府 皮考克 魏斯曼的 收入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到底选择咱们的 A D 两项 接下来我们来看 另外一道单选题 说对于皮考克和魏斯曼 将公共支出增长的因素 归结为 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 其中属于 内在因素的 应该是哪个 应该是哪个 谁是内在的 当然是经济发展了 什么战争啊 地震呢 洪涝灾害 这都是什么 这都是外在的一些影响 所以要提答案 选择咱们的 2B选项 这就是它的考察方向 它考察点就是围绕着 这么两个考察形式 只不过在这 考察形式当中 我少给你出了一个 经济发展阶段论 那它的考察不就是 和内在和外在的考察是一样吗 考察的叫什么 具体内容 以后我们的母题班当中 或我们的客户习题当中 会有类似的题 这是咱们这个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宏观因素 就说哪些影响了财政支出的 它的收入啊 它的一些增加呀 或减少啊 那我们来看 它有这么几方面 经济性的因素 政治性的因素 还有社会性的因素 那么肯定我们知道 经济基础决定上场建筑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所以经济因素 那它就会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它既是主要因素 也是 可以说白了 它就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你的经济发展如何决定了 你在这一部分 它能不能有更多的一个支出啊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吧 经济性的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 它的体制 中长期的一些发展规划和战略 就说白都是和经济相关的 我经济发展水平如何 我有什么样的一些经济战略 它的一些政策 都会受到影响 另外 政治性的因素 政局稳不稳 你政局不稳 你怎么收这个钱 甚至可以说 政局如果不稳 你的财政支出会更大 你要为了维稳 花到很多钱 它的政体结构和效率 还有政府干预政策 政府干预政策 你政府干预的越多 你的这个钱 花的是不是就越多 社会因素 你有多少人口 就业怎么样 医疗水平怎么样 教育科教文威事业 这些发展的又怎么样 就是说 需要你花钱的地方 到底多不多呀 会影响你财政支出啊 你人少 你可能呢 比如说我们对于社会保障这一方面 可能支出就相对来是少一点 我们国家十几亿的人口 那对于这方面支出 可能就需要多一点 那你就要多规划一部分 所以从这三方面 我们就影响了我们财政支出的 它的一个具体的发展 从它的经济性因素 政治性因素和我们的社会性因素 对它产生了一个很深远的影响 分析 请对于这部分 第一点需要了解的是什么 什么是主要因素 并且是决定性因素 这一部分我们基本上没考过 但是你需要了解 它不需要你去背 但是你能够自动的去归所 知道它的影响因素 分为三大部分 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 那么谁是这个主要因素 那么如果给了你具体的 那你能够选取出来 哪些是经济性因素 哪些是政治性 哪些是社会性的 就行 这个不需要去背啊 那你去看这个内容 也能够对应进去 和政治相关的 就是政体政局 这些政府能不能干预 社会性的 就是我们周围 这些人口就业医疗啊 在这儿 我就不给大家再出题了 我觉得这个点 比较简单一点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们国家财政支出 规模的一个具体分析 财政支出的具体规模 因为从世界范围来看 不管是从绝对量啊 还是相对量 它都是上升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国家 要来看一下的是 我们从1978年改革开放 财政支出 占国内生产总值 以及中央财政支出 占全国财政支出 总额的比重 都是什么趋势 好像跟他们整体发展不一样啊 下降了 就是说它是比重下降了 其实我们这个支出呢 实际上的支出 并没有下降 这是要注意 那我们来看吧 为什么它这个比重会下降了 在改革开放之前 我们一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 对吧 那么后来我们慢慢开放市场 我们慢慢的走上了市场经济 所以这时候呢 其实我们手里把控的一些东西呢 越来越少 放开的东西越来越多 所以呢 我们去看政策性的原因 就成为了一个主要原因 它会放权让利 收入分配 向个人经济 原来呢 我们是大官犯的时代 集中分配 所以你国家手中呢 自然而然就显得可以更多一点 现在呢 我逐步放开 你个人收入 经济之后 那相对来说 显得我们的支出就没有那么多了 另外就是管理水平上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们改革初期 我们一些制度并不是特别完善 导致我们有一些收入 并不能及时足额的角度 所以有好多时候 这一部分是有人钻了空子的呀 另外管理体制上 我们的资金当时分预算内的资金 预算外的资金 有一部分资金我们是算到预算外的 那它到底管理如何 有没有及时收缴上来呢 它的体制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完善 还有我们统计口径的问题 那我们的GDP慢慢的变成了 是按照三次产业来划分的 和原来不太一样了 那么这一方面当中 我们有一些没有算进来的收入 是不是已经开始算进来了 所以它的比重就显得相对来说会小一点了 这是呢 它大体的一个发展 就是说最开始它的一个是下降的 随着我们管理水平越来越好 我们这个体制呢 建的越来越完善 那我们 94年我们实行了分税制 慢慢就开始了呀 那么财政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从1995年就开始 干嘛呀 虽然停止下降了 我们开始上升 慢慢的我们又实行了一些积极的政策 2005年我们又实行稳健的一些政策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之后呢 财政赤字是有所降低的 我们占国内生产总值高速呢 带来了财政收入增长率的上升 所以呢 目前来看财政支出占我们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仍然稳持在一个基本稳定的趋势 所以老师这一部分 我记什么呀 你就给我把它大概的念了一念 这一部分说实话啊 咱们这个 嗯 考试当中是没有考过的 你是作为一个学经济学 学财税的人 需要了解的内容 我们经济班当中 我们 为了避免大家 就是说虽然往年没有考 今年会不会考呀 就是相对来说 它是一个次重点 但是有这些知识 我们在学经济班的时候 我们也要有所了解 所以在这呢 我不会过多的简开 展开它去讲 你了解这么一个大类的一个趋势 就是说 我们从改革开放开始 我们最开始财政支出 占我们GDP的比重 确实是下降了 因为一些体制啊 管理啊 政策等等这些原因 它下降了 但是呢 我们后来制度越来越完善 我们这政策越来越好 我们实行了积极的 稳健的财政政策 我们国家财政支出 是上升的一个趋势 了解到这个程度 就可以了 好 这是呢 咱们这一点 把这一部分 作为了解性的知识 不过多给大家展开啊 不要说老师 你怎么就把它给我们 大概的那么叙述了一遍呢 因为它不像前面那些 是那么重要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一节的一个内容 这一节的重点在哪 财政支出的衡量指标 财政支出的规模的 它的一个具体的增长趋势 这两者是这一节当中的 重点中当中重点 而这个是一个次重点 另外一个非常非常的次重点 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财政支出 它的一个分析 我就没给大家写上去了 我就不给大家写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它的一些考点所在 财政支出衡量指标 要干什么 分清楚哪些是哪些的衡量指标 哪些是反映财政活动的 哪些是反映财政支出规模的 哪些是反映财政支出规模变化的指标 把它分清 分清之后 然后呢对于财政支出规模变化的指标 这要注意它的有计算的一个问题 可能会涉及到的计算问题 同样要注意财政支出的增长率 财政支出的一个增长弹性系数 增长弹性系数 还有它的一个边际倾向 系数是绿与绿的比 倾向是鹅与鹅的比 这个分清就行 那么财政支出的增长弹性趋势 怎么来记 给了你一个素纪的一个口诀 把这三种内容分清 那么在考察到具体内容的时候 就是哪个呀 公共收入增长导致论 它的内外在因素 内在的考虑经济 外在的考虑战争啊 我们这一些自然灾害 而经济发展经济论论 是分为三个段 早期中期和晚期三大阶段的 它的影响因素财政支出规模 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 谁是主要因素 经济的是主要因素 这样呢 我们把它分析清就行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节 怎么考考什么 是考单选考多选 考哪些内容考察形式 我们就都知道了 那么以及它的记忆方式 我也给到了大家 希望大家呢 对于这一部分 我们能够对它合理的 根据合理的方式来掌握 同时要注意啊 老师的说的 八卦的精神 是要贯穿我们始终的啊 那你想啊 我给了你这个内容 那是什么是增长率啊 什么是增长太阳系数啊 自个多问自己一步 多往里面深究一步 这个知识点 你就会掌握得更好了 这是咱们这个内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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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